早上歡迎Linian同學 Dennis哥 剛剛跟嘉義的夥伴們打個招呼好不好 嘉義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Linian 有認識Linian請舉手一下 那看看有些遠方的新朋友 自我介紹一下吧Linian 大家好我是Linian 然後我的名字一定要全大寫 全大寫齁 所以是LINION Linian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嗎 其實它本來就是我的姓 只有我姓林然後把它變成一個 就把Linian這樣 對 要外國化是不是 對 那你常常來嘉義玩嗎 沒有我真的很 其實蠻少來的 那這輩子來過幾次嘉義 可能有經過三次吧 三次 那你是網路的網路青年嘛對不對 有事青年年輕有事 對很有事 有事青年就是 你有很多很多資訊來自網路上面 然後網路上面有很多資訊 然後你就想的比較不知道 往哪個方向走 那今天呢這個有事青年節 希望透過像Linian這樣的音樂啊 他在MI唸書啊 然後他也做了很多很多音樂上的練習 那我們來撞住一些火花 那包括我們叫有事實驗室的IG 那邊還有個攤位 都在那邊 所以有空 你可以晃過去 喔好 等一下你應該可以過去上 對你唱完才 你唱完兩點嘛對不對 不用那麼早 對 對 怕大家都曬上 那今天來到這邊呢 很開心呢 Dance中和Dance Lining本人 那今天來到這邊 也聽到你很多音樂 要不要分享一下 你的音樂屬於哪個類型的呢 我的音樂屬於 簡單來說是 你有瘦 但是其實也可以算在R&B裡面 對 因為你的音樂 開始走出自己的R&B 自己的風格出來 就是蠻有辨識度的 謝謝 像顏絕歌的音樂 就很有他的辨識度嘛 對 他也做R&B 但是他很有辨識度 你也是喔 謝謝 所以很期待 今年電視台 如果沒有什麼意外 你跟他的經驗有被提名什麼東西 只是我不太確定 哪個獎項而已 喔沒有沒有 那個是 就是去年得了 金音 不是你的金曲 喔金曲 還沒做 還沒做 所以我們期待 可能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不太確定 因為長得很像金曲獎的東西 喔謝謝 謝謝 蠻厲害的 搭集氣一下 你要 上網要多討論啊 常常hashtag Linian 對對hashtag 在網路上面有一些東西 有一些聲量啊 金曲獎就看得到啊 喔喔喔喔 金曲評審很可憐 他們一個人要聽 幾百張專輯 他們要聽好多東西 那有時候很快就過去了 或者看不懂英文就過去 Linian沒有中文名字嘛 Linian就過去 那如果你有聲量 金曲評審就會聽一下 一開按play就有機會啦 是不是 謝謝 那我們先來 這樣子好了 我們先來拍一張厲害的照片 欸 到這個搖滾區好不好 我們台上拍下去 好啊 好不好 然後我們hashtag 我們hashtag金曲獎好不好 哈哈哈哈 你先po上你IG 然後大家轉發 hashtag金曲獎2022 GMA GMA或金曲獎2022好不好 好來 好謝謝各位有四青年喔 這個 你也知道這個有四青年節 我們走樓梯對不對 有四青年節呢 希望了很多人 我們透過呢 不同火花的撞擊 包括音樂人啊 Linian啊 他的RMB跟你聽平常音樂不一樣 撞出一些新的想法 對 謝謝Dennis哥 其實我今天看到Dennis哥是真的還蠻爽的 為什麼 因為我都會私底下聽你的節目 謝謝謝謝 Dennis就是玩 Dennis就是玩RMB 但是Linian音樂他又更前衛一些些 跟他不一樣 謝謝 你聽的時候注意聽那個 那個bass line 他是在混音的時候是咪的很出來的 對對對 然後讓他的bass 因為bass在樂團裡面是比較不嫌疑 比較隱性的 對 但是因為他可能是bass手的關係吧 就比較私心比較多一點 就比較多一點 所以他聽到音樂你的搖擺的感覺 是跟平常搖擺的感覺不一樣的 對對對 所以下首歌叫什麼 下一首歌 是我今年發的新歌曲 Holiday Holiday 那這首歌在講什麼呢 這首歌就是在講疫情的時候 然後其實大家都很想要出去玩 然後 但是它其實有另外一個意思啦 就是如果 我不講 但是我希望你們自己講 就是假日而已的台語 叫做 他們都會罵髒話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人在家裡的心情 送給你們 Holiday Home 你待會有空下去跟大家握個手好不好 好 我等一下就是會 我等一下就下來 掌聲 掌聲給你 不要在台上了 每個人都要握到手了好不好 有事情願節歡迎 Lead the end Lead the end